另外昨天上午在台北线石门乡富贵角附近有六名钓客 他们在离岸两百公尺处钓鱼 但是没有想到遇上了涨潮受困在沙洲当中 由于风浪很强劲 消防人员的救援小艇都难以接近 最后呢紧急申请了空勤队出动直升机 才以钓挂的方式将人一一救了出来 直升机不断离在天空盘旋 救难人员在空中摇摇晃晃 寻找比较准确的落点 好不容易空勤人员垂降到海面上 接近这名钓客 正要将他拉起来时 一个大浪打来几乎将他们淹没 就这样在大浪中直升机垂降的绳索 终于成功将两人拉上来 被救上岸的钓客全身都湿透表情相当疲惫 他们一行共六个人原本在富贵角离岸边200公尺处钓鱼 由于正值农历十五潮汐涨潮的时刻 六个人因此被困在沙洲上 索性岸巡和空勤队联手合作 才让六兵钓客平安脱险 中天新闻王一杰基隆综合报道 中天新闻王一杰基隆